好,那我们就继续往曹赛峰出发 GO! 现在距离陶赛峰大概剩下三四百公尺左右 从南湖东峰三角点一路下来到这里 一路都几乎蛮好走的 非常轻松啊 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从东峰下去错过了往马比山的路线 所以多绕了一段段路 走到另外一边的岔路口才发现走错路 然后再绕了一段段路回来 浪费了好多体力 然后现在旁边的云雾也上来了 希望不会影响到曹赛峰的景致啊 好,加油就快到了 再去看一下壮观的陶赛峰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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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哇 哇哇哇哇哇iven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陶赛峰 真壮观啊 这个相機里面呈现出来的应该 真的很难形容我现在心中的震撼 哇好壮观好漂亮的 哇 好美好美 这个真的 值得你亲临现场来看一下 这个壮观的程度 相机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呈现 哇 真的是太棒太棒了 不许死心 还没有来过的朋友呢 记得一定要找时间在这边看看 这个陶寨风真的太壮观太壮观了 值得你走一趟啊 绝对不需此行 很赞哦 好啦 那我们继续往马比山山前进哦 去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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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我们到了和平南西跟马比山的交叉路口 现在距离马比山大概还有1.7 我们在这边稍微小修一下 休息一下喝个水 是不难走啦 但是走起来的距离比它标示的距离还远的不少 好啦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喝个水补充一下啦 一路过来除了这些建筑比较讨人业以外 基本上一路都还是蛮好走的啦 这个建筑真的是建筑跟赤膊 有点讨厌 真的蛮讨厌的 好啦马比山就来前面啦 再加把劲 到达远得要命的王国 马比山山 到达远得要命的王国 终于到了 最后一段真的蛮折磨的 其实前面一路都很好走啦 但是最后这个爬升 真的蛮魔人的 什么东西 有看到水鹿 有看到水鹿 两只 有看到两只水鹿在那边 但是应该拍不到 拍得到吗 哇好可爱喔 距离有点远 拍不太到 有点可惜 它在最高点的那个地方 总算还是有点紧啦 这个 马比山山 从圈谷那边标示 5.7k 走起来大概有9k 10k的感觉 差蛮多的 蛮累的 不过大部分的路都不算难走啦 真的就是远而已 真的有点远 走起来那个感觉 实际标示那个路标 那个路程实在是差的有点多 好啦 待会我们应该会走 那个水源路那边回去 必须山上的水也不太够 好 所以必须要走水源路回去 好啦 拍个照 总算 成功达证 讚 好啦 差不多准备该下去了 这次总算把北一段剩下的所有的遗憾 通通补完了 而且这次的天气 比想象中 比预计中 还要来的好得多 虽然下午是什么状况还不知道 不过 目前这样看来 应该是 不至于太差啦 希望 老天保佑咯 就让我们继续包围这个好天气吧 虽然说现在周围都已经是百强了 不过 真的 没下雨就已经很感染了 好啦 那现在 也差不多该下去了 我们找个地方去个中餐 好啦 那我们就往旋路出发 走 回到岔路口了 好 我们现在先在这边停下来吃个东西 不得了 好 待会我们就往底下走 因为水真的有点不太够了 必须要下去补水 就走底下回去吧 现在回到了主动的岔路口 突然下起了大雨 所以 所以 没办法啦 我们就只能 果断放弃 以后有机会再来了 没办法 雨下下太大了 好啦 赶快回去南乌商户休息 走 这阵雨 就一直下到晚上八点都才停 没办法啦 那今晚就早点休息 可以的话 明天早上再到北山去看日出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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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carp 吃 滑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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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天的行程 昨天晚上一整個晚上都在雨中吐貨 雨下的比預計還久 那今天的計劃是往北山 到北山本來是要看個日出的 早餐莫名其妙就吃了好久 沒關係 剩下的時間我們就到北山 就看個風景拍拍照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出去遇到聖光了 就結束今天的行程 那就出發吧 走 快點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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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大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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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